大家好那本期的话和大家一起来做一下秘宝迷宗我们第二天藏宝第2的一个攻略 那这个任务的地点的话我们来到鸡哥左边这个传输锚点我们从这边而出发 然后我们的任务地点的话就在我们右边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点位的话我已经给大家标记好了 下面和我一起来收集一下这个宝藏 那首先我们将这个视角找到我们东南方向 从这边直接飞过去 大家一定要带上我们这个精灵啊将他装备上去 好的我们下来然后我们点击下这个精灵按下我们这个谁键啊点击下你可以看到精灵出来了然后这边的话就可以显示我们宝藏的位置啊这是我们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将这个视角调到我们南方向 好这是我们第二个然后下面的话我们继续将方向调到这个北方向然后这边拉两下 好的我们沿着小路啊一直往上走 好到达这边的话我们将这个视角来到这个南方向啊东南方向 按我们的方向的话就是前面这棵大树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第四颗咱们继续往前面走可以看到前面的话有个驼兽 然后我们跑到这个上面来啊这边高地可以跳下去 这是我们第五个 第六个的话我们将这个方向调到我们南方向可以看到屋子上面也有一个 好的 下面的话我们继续往那个西南方向往前面走 这一个的话就藏在我们这个树洞这里 如果说你从另外一边过来的话可能就不好找了 好的咱们继续现在的话我们将这个视角到西方向 然后再转到我们西北方向 那这个的话就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椰子树的上面 上面的话可以拉一下啊大家可以一下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是我们第八个 拿到之后啊我们将这个视角到我们这个东北方向啊我们中间还有一个 好的 这边可以拉一下 然后我们左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棵很大的树 那最后一棵的话就在我们这个树上 好 就在这个位置 好的 我们来一下 那现在的话我们开始挖一下这个宝藏啊第一个宝藏的话就在我们东北方向啊就在这个位置 好 将怪清理完毕后我们将这个能量啊收集一下 好的 我们第一个宝箱啊就获得了 好 拿到这个之后我们将这个视角到我们西北方向 好 拿到这个之后我们将这个视角到我们西北方向 那第二个宝藏的位置啊就在这个下面 这个的话收集这个威力啊那首先我们将这个北方向这颗先来一下 在行动 然后我们左转这是第二颗 石头上面还有一颗 继续往前面走 然后继续左转 然后前面的话有个跳跳鼓 好 跳上去 好 上面的话还有一颗 好 这样的话我们第二个宝箱的话就可以拿了 倘若还有几卷失传好的 咱们现在的话我们将这个视角到我们南方向啊这边的话有条小路 好的 我们宝藏的话就在这个前面 同样的啊这一关的话有又是一个挑战怪物的关卡 好的 清理一下清理完毕后我们收集一下这个威力 最后一个 宝箱的话就在这里 好的 那本期视频啊我们就到这里下面的话好像没有任何任务了 好的 再见